賴清德上任之後 好像跟蔡英文一直保持距離 甚至感覺上面 好像一直針對蔡英文 昔日提拔過的人 什麼鄭文燦等等 開始在算賬報酬 但是突然出現了新的一個畫面 520之後首次同框 賴清德力挺蔡英文 做最佳代言人要來訪問歐洲 這樣的一個同框畫面 甚至還在車道這邊 等待蔡英文來寒暄家常 根據轉述 蔡英文跟賴清德 他們的這段對話 就是賴清德還感謝了他一番 你這個八年來奠定了 深厚的基礎 爭取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跟支持 但是我們對照一下 昔日他們的互私 也不是一個秘密 大家全台灣都知道 那時候他不是要出來 挑戰蔡英文嗎 還講說要求總統的網軍 停止攻擊我 然後蔡英文也是向他說 政治人物誠信是基本 後來又展現了一個團結 但是到最後一刻 就是講說 兩個人他出現來幫賴清德抬教 就是來選這一次的選舉的時候 就說你比我想像中還要兇 在2024年這一次中常會的改選 英系的人士也講說這是生存 生死存亡滅英之戰 沒有選好就要進養老院了 可是你看看起來現在賴清德也知道 自己這樣子搞得這個黨內也雞飛狗跳 搞得現在這樣子好像民怨載道 也沒有拉升他的支持度 他現在目前支持度 這一次得票是40% 對比蔡英文是57% 也就是說還是有17%的差距 是需要靠蔡英文 蔡英文現在目前看起來 整體英系在民進黨裡面的影響力 也是不容小覷 甚至他還同框成其邁 認證的意味非常的濃 就是英系的接班人 再來我們看一下 南部現在不是遇到災情嗎 人家講說賴清德真是妙了 上一次凱米颱風重創台南 他去高雄不去台南 然後這一次呢 山土耳颱風重創高雄 他去台南不去高雄 哪邊嚴重他就繞過哪一邊 這是賴清德你的勘災模式嗎 那你看現在這個 他在金山萬里不是也造成淹水嗎 那時候賴清德也不回去 這個金山萬里 不是這個礦工之子嗎 結果他那時候跑去台南街邊 那我們看到這個高雄市議員 邱宇軒就講說 現在高雄很多里長心累了 就是有兩個里長要死 因為被民眾罵到受不了啊 那你上面政府不做事 然後或者是這個縣市政府 也不做事的話 那只有里長是第一線要面對災民 高雄里長講說 我也是人啊 那真的不想幹了 人家講說里長是可以辭職的嗎 然後我們去看看 真的是可以哦 根據這個地方制度法 他可以向這個鄉鎮區公所來提出來 並且核准之日辭職就生效了 那再來對比一下 高雄現在有二十萬戶沒有電用 讓里長被繳翻這件事情 陳清邁出來講 他說感同身受啦 希望市民能夠多點鼓勵喔 那七號凌晨高雄市才全數復電 那如果是你家的話 你會不煩躁嗎 所以為什麼高雄市民有很大的 這個反彈的聲浪喔 但是我們看這一個 康育成這個高雄市議長 他講說 就開始就勤勒了 他說台電人員一如他爸爸 當年不眠不休 徹夜通宵趕工 要面對大眾的指責跟催促 實在很辛苦 那你們要把事情做好 不要總是讓高雄人民很辛苦 才有這個民怨又反映到 第一線的里長嘛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高雄修了六天台風假 現在就是說警方也要被派出來 來投入互同 那基層的援警就講說 互同是教育局的責任 警察只是協助 可是一個台風過後 就好像就甩鍋 就甩到這個警察頭上 就變成警察的本業了 那這個難怪會引起 基層的一些不滿 但是2026 現在看起來這個茶壺風暴 陳水扁前總統就訪問趙天玲 他說我的人生目標 當然是2026的市長選舉 他還沒忘記市長選舉 他說只是這個機會 可能比較不合適 但是他有信心 做一個扛教的人 那所以陳水扁就講說 看起來潘夢安跟黃捷 都會是有機會的黑馬 所以現在高雄看起來 這個民進黨要推出的人選 七搶一 這七搶一會不會又重演 這個2018年內鬥產劇 當時寒流就是這樣起來的 那我們先來問一下 大政老師 一個基層的小里長 面對災情 而且這次因為這個山陀很奇怪 這從來沒有碰過了 所以一些狀況沒有辦法 完全在他掌控之中 這能夠怪這個里長嗎 可是為什麼被罵得這麼兇 罵到他說我也是人 我受不了要辭職 剛剛跟那個盛陀雄提到說 賴清德 這次怎麼救災中心 我說我記得印象蔡英文也有 他說蔡英文只是去慰問一下 表達一下就離開 沒有像賴清德就坐在那裡 那我就靈機一動 既然這樣子 說真的 你們這些里民憑什麼罵你們里長 你們南部長期執政就是民進黨 而且當下救災責任是誰 不是救災中心嗎 賴清德不是在那裡嗎 以後你們就電話打過去一直罵他 你們怎麼可以罵一個里長 他有多大權限 而且罵到人家受不了 我看那個報紙寫說 這個蕭俊翔 這個里長 無黨籍的 我不曉得是哪個黨在罵他 那你在這種情況上 他已經做那麼多了 你們憑什麼把壓力 全部灌在他身上 這些里民也是很奇怪 很不講理 但是你可以里民 知道那個受災的時候 那種憤怒 你只要找要個對象 但是我真的為什麼找里長 難道是不同黨嗎 你再怎麼樣 你找區長 區長出來講話說 有很多其他里長說 魏溫這個小里長叫他不要止 你可以找區長 要不然權限比較大 陳其邁 陳其邁事後出來講一些風涼話說 不要針對他 里長已經很辛苦了 我們要感謝他 他們在第一線 你在講那種風涼話問題是 當下在真正面對困難 頂受壓力的 是這些基層里長 你這個權責就不相稱 剛剛講賴靖 如果那個不是你該站的位置 那是行政院長 你坐在那邊 閃電尾翁 這麼囂張 他就是最喜歡這麼賣弄 還在那邊修理徐正衛 說真的 如果今天徐正衛跟他是同黨的 他會像那天這樣嗎 連出發一直問你 直問一直問 這質疑 就希望把對方揭開讓他出手 整個心態就是 施衛素餐說真的 你不應該在那位置 在那位置才施衛素餐 讓底層的很多問題沒辦法解決 你拿撐住 我真的再次講 以後如果栽民碰到情況 辭職最高層 他在救災中心 賴慶德永遠在那邊 他當神 你們應該好好的攻擊他 不應該去欺負一個小里長 這樣才是能夠把問題解決 另外你民進黨 你長期執政 你高雄那種又這麼糟 你還有臉讓那個小里長 把你們受過 真的 高雄市民 不要找里長麻煩 找陳其邁麻煩 找行政院麻煩 找總統麻煩 好 來請教淑慧 為什麼民眾抱怨會 怨氣會衝著里長來 因為他們看不到陳其邁 看不到高雄的官員 他們只看得到 在第一線服務的里長 所以除了呼籲 像剛剛老師說的 呼籲高雄市民 你們要搞清楚 錢都是被誰花掉的 事情都是誰做爛的 就是市政府的這一批人 第二個 這些里長受委屈的里長 你們也要記得 下一次的選舉的時候 不要再盲目的去力挺 民進黨的候選人了 因為他們每一次 每一年都要害你們這些里長 被像狗一樣被糟蹋好幾次 因為只要一淹水 民眾的怒氣都是衝著你們來 衝著里長來 然後市長 官員 首長 都在市政府裡面 不都是這樣子嗎 但是事實上有決策權的人是誰 錢都是誰花的 標案都是誰搞的 不都是這一些高高的官嗎 那我也覺得高雄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高雄每一次下雨必淹 從陳菊淹到陳其邁 可是每一次的這個民調滿意度做出來 我也不知道那個民調公司怎麼做的 他們的市長都像神一樣的高 所以高雄市民是很寬容 很有愛的很佛心的一些民眾 就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我有一次看到 上一次凱米颱風來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畫面 家裡的沙發被淹壞 就全部變成垃圾要被丟出來 家裡的車子也被淹壞了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我告訴你最近都不要去買中古車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凱米 高雄可能很多車都變成泡水車 好啦 如果我是高雄市民 我處在那一種城市底下 我只要被淹過一次 我一定就不會再投這個政黨了 大家知不知道家裡被淹水有多痛苦 你要去掃這些垃圾 你要把自己的家具都丟掉 你要重新花一批 結果錢都是你在花的 然後你票還要給他們 我實在是很搞不清楚這種邏輯 我實在是搞不清楚說 是高雄市 陳其邁他是做了什麼 更偉大的事情 讓所有高雄市民都忘卻 這個淹水的傷跟痛跟苦嗎 所以我覺得每一年 我們都投入很多治水預算 可是這些治水預算花在哪裡 請問一下高雄市民知不知道 高雄市的民進黨議員有這麼多 你們有沒有聽過那些民進黨議員敢 去質詢他們的市長說 你們的錢花在哪裡 沒有耶 高雄市每一年的總預算 被三減的幅度小之又少耶 都到最後就這樣子 呼嚨呼嚨就過去了 民進黨就用人數的優勢就過去 就跟過去八年的立法院一樣 錢照花再照付 結果呢下雨照煙 好 請教順風哥 這樣子會不會停電 電會不會出問題 是經濟部和電力公司 跟里長無關 會不會淹水是經濟部 是水利署 是市長 市政府的施政 建設有沒有做得好 跟里長也無關 所以為什麼會把這個燕氣 放在里長的身上 然後把這個新聞放大了這麼大 然後整個市長好像沒事一樣 高雄市民難道是這麼奇特嗎 你不覺得這裡面 整個的新聞操作的手腳 非常的明顯嗎 照道理講 要是我被淹 或者我現在受到這個障礙 或者我停電 我怎麼也不會去找 我只會找里長來幫忙 我不會把氣花在里長的身上 然後整個的新聞報導 好像都是里長 然後市長不但沒事 還要說要軟欄一番 還要說要講幾句 人話 什麼事也沒有解決 然後中央也沒事 中央也沒事 好像都沒有 都是里長的事情 天下怎麼有這種事 你們相信嗎 你們不認為這個裡面 花了多少的費用 花了多少的薪血 在處理整個新聞都切割上 切割到里長 然後這些有權力做決策的人 甚至不知道吃飽 那些人都沒事 這個社會 這個政治 這個媒體 這個監督 怎麼會扭曲到這樣的程度呢 再過來 說這個因為特別談到了 賴清德跟蔡英文的關係 最主要是解決 是有關要出謊 要拜託蔡英文 這一次能夠到歐洲的訪問裡面 能夠替賴清德做些什麼 不用 我們在花時間在這個上面 實在是浪費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假如我們南美洲 那個尼加拉瓜 假如跟我們斷交了 巴拉龜 假如巴拉龜斷交了以後 我不曉得我們要什麼理由去美國 我們要去美國的理由就是說 我要去參加巴拉龜的什麼活動 然後勾進美國 是吧 假如我是巴國的心理會員 會很惡 所以你來這裡是找個藉口 同樣的 我們在整個歐洲上 去緊緊抓住了一些 國家的議會 然後你覺得會改變什麼嗎 記得沒有 立陶宛當時都挺台灣 挺到整個台灣 當時那像在抓公 結果改變台灣的什麼國際地位沒有 改變了台灣的國際環境沒有 我們在歐洲 增加多少能監督沒有 我們的經貿增加了多少沒有 所有的經貿還是要看哪裡 還是要看中國大陸 所有的經濟還是要看中國大陸 搞不好最近股市能不能發起來 搞不好就看中國大陸 這種該實際的問題 該面對的現實 我們不願意去面對 我們天天在打假錢 就像發生了這麼大的災害 我們不去面對中央 不去面對部會 不去面對縣市長去看 那個里長是一樣的道理 這種扭曲這種偏差 所造成的傷害 難道已經要從辭職又用到國際 又從國際又返回到台灣來嗎